我們進到簡報第37頁這邊 現在再更貼心一點 不只檢視訊題還要講出來 好,那這個也是WebDuner的優點 因為它可以跟雲端的服務結合 這個用誰,Google小姐 好,Google小姐,所以呢 這裡我們就不能直接 打開我的嘛,對不對,要自己來嘛 你看一下,進階功能 有沒有必要證控語音朗讀跟行動裝置 我們現在是要語音朗讀 找到它,然後呢,你把這個拿出來 好,我按下1的時候 狀態切換,不只顯示出來 我也希望寫在這裡,對不對 好,那這個字串的話就是一般功能 如果萬一你沒有的話,你找基本功能 文字,有沒有一個叫空字串 所以我剛剛,我們遙控器如果說你沒有這個 你要自己找這個出來 好,這要自己找這個出來 那第二個呢,我們剛剛這裡 人讀,他語言可以做一些參數的設定 你看他把它丟出來 不是,你是啊,跟我講日文 對,有中文、英文、日文啊 你是嗎? 真的真的,但是你不要做一件事情喔 我有遇到同學是這樣子 明明打英文,叫他講中文 他念不出來 這不是不過我翻譯好嗎? 他就不會理你啦 你要打英文,你要打字,我請你打真的 再來,音量他已經是最高的 然後再來就是,聲音有尖的,有速度的 我先用正常的 好,那,請問積木可不夠複製? 可以,按右鍵只可以複製 就是,我就拿下來 這裡開燈就開燈嘛 但是有燒香的可以嗎? 好,這裡 一樣 這裡關燈,我用快一點的 正常 快一點的 他還是開燈 哦,對對對 要講關燈,對不對 好,這個再拿下來 閃爍0.5 好,這個 正常的 很慢的 好,這裡 閃爍0.2 好,這個 正常 音調 比較尖銳的 OK,這樣都很極端了齁 好,那我們就準備了齁 那你現在上面都已經就緒 就直接play一下啦 反正我現在用這一台嘛 欸 喇叭有出來嗎? 蛤? 狀態企劃 沒有 有 有 應該有 剛才PC的聲音要聽 對 應該有 但是沒關係齁 你待會兒可以試一下 對 應該是應該是 對對對 應該有 沒關係,你試看看你的 好不好 就是你找進階功能裡面的語音啊 好,稍微試一下 我來檢查一下 這樣同學有聽到他的齁 狀態切換 這樣可以嗎? 所以你要 你如果是中文就 用中文講 英文就用英文講 日文就用中文講 好,你不要給人家錯的參數 當然還有一個 有時候會不成功是什麼? 就是網路速度啦 網路速度比較慢的時候 尤其在語音升空那個時候 就比較容易可能會怎麼樣 中間錯誤